哈喽,我是乐乐 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今天我知道 什么是化石 恐龙展好好玩哦 里面有好多恐龙的骨头都好大哦 但是,介绍牌子上面写 这些是恐龙化石 化石是什么 恐龙的骨头是怎么变成化石的呢 冷了,恐龙的骨头要变成化石 可是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哦 远古时期的动物死去之后 它们的身体坚硬的部分 像是外壳或骨头 没有被其他动物吃掉 也没有被细菌分解 而是被泥巴或砂石层层覆盖后 经过高温和高压的推进下 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 数万年之后 这些被层层砂石或是泥土压住的部分 会变得跟石头一样硬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化石 除了动物之外 植物也有可能被保存下来哦 例如,琥珀 就是由植物的树枝形成的化石 像是透明玻璃一样 在阳光下看起来亮晶晶的 非常漂亮哦 还有,煤炭 是植物的残骸大量被埋在地底下 经过长时间的演变 才能变成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煤炭 连远古时代动物踩踏过的脚印 只要在适当的环境保存下来 也有可能形成化石哦 化石,就像时空胶囊一样 让我们能知道古代的生物长什么模样 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生活 像是已经灭绝 没有留下任何图像的恐龙 却能在恐龙展或博物馆中 看见它们过去的模样 这就是研究化石带来的成果哦 哦 原来化石除了有动物的 也有植物的 动物的脚印只要保存好 也可能变成化石 小朋友们 你们有看过哪些化石呢 是在哪里看到的呢 今天我知道 原来如此真奇妙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 喜欢小行星 现在乐乐TV有专属的优惠哦 订阅小行星杂志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的故事 可以到资讯栏看更多资讯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 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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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